1908年的一天 凯特拉克创始人亨利利兰 正在办公室里跟朋友聊天 此时的利兰心情相当好 因为此时他正在跟威廉·多兰特谈合作 一切都进展顺利 就在利兰与客人高谈阔论时 他的秘书匆忙地走了进来 先生 有个很糟的消息告诉您 您的朋友拜伦·卡特刚刚不幸过世了 经文噩耗的利兰震惊了 天呐 拜伦先生身体一直还行呀 怎么突然就去世了 秘书解释说 前些日子拜伦先生开车经过一座大桥 正好看见一位女士的车在桥上熄火 作为一名绅士 他当然是要去帮忙的 利兰点头 是啊 拜伦先生是个绅士 秘书说 然而 那位女士的车显然质量不佳 姚爸塞进去后 刚用力就顶了出来 利兰点头 这也很正常啊 很多车的启动装置都这样啊 秘书说 很不幸 拜伦先生没有做好准备 所以姚爸飞了出去 打断了他的下巴 利兰很困惑 虽然很倒霉 他下巴断了也不至于死人吧 秘书一声叹息 因为这次意外受伤 拜伦先生患上了肺炎 最终医治无效 死了 利兰沉默了 他对这件荒唐的事情 一时难以消化 跟他聊天的客人 此时站了起来 跟您聊天很愉快 我先不打扰了 顺便说一句 我一直认为 那种摇霸启动的方式 不够安全 应该有改进的可能性 利兰气泻地说 我同意你的看法 不过 这次我不会给你 宰我一刀的机会 我们会更早拿出解决方案 已经走到门前的客人 潇洒地回头说 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 如果你们搞不定的话 确实可以来找我 然后在留下一句 潇洒的承诺后 这哥们就回头 潇洒地撞上了门框 1876年 查尔斯·弗兰克林凯特林 出生于美国 俄亥俄州的一个农舍里 父亲是一名 手艺高超的木匠 母亲则是个 充满智慧的苏格兰人 虽然论去出身 凯特林也不过是 广大罗马贵族中的一员 但从很小的时候 这孩子就表现出了 一些异于常人的特质 具体的说 就是这孩子比较爱思考 4岁那年 小凯特林从厨房往窗外看 然后她问了妈妈一个问题 为啥透过玻璃能看到东西 妈妈回答说 因为玻璃是透明的 小凯特林去查字典 发现透明的意思是 看透了 由此凯特林有了一个 一生未解的谜题 到底是我看透了玻璃 还是玻璃让我看透 一个4岁的孩子 居然可以凭空悟出 一个如此高深的清谈话题 凯特林要是脱身在未尽 高低能混个太手 对于这个孩子的聪明 同乡的村民是有公论的 5岁那年 小凯特林不小心 从高处摔了下来 右臂骨折 由于右手受伤 她很快多学了一门吃饭的手艺 她可以用左手吃饭了 不仅可以吃饭 她还迅速学会用左手写字 还可以用双手写镜像字 甚至一心二用 让左右手做完全不同的事 悟性高到了 不学武功都可惜 6岁那年 凯特林进入了学校 开始上学的她 她立刻忙活了起来 因为她太好奇了 在学校里 每天的日常就是 这是啥 好神奇 我得研究研究 那是啥 真厉害 我得把它拆了高总 不过 好奇心爆棚的同时 凯特林也发现了一个 不安的趋势 她的视力越来越差 一开始认为是近视眼 后来迅速又化到 完全看不到黑板 此时大多数人都认为 这孩子的学习生涯 大概就此结束了 但是 凯特林很快就想到了方案 看不到黑板不要紧 别的同学朗读被诵识 她就在旁边听 别人过目不忘 她过耳不忘 靠着听也能听成学霸 1891年 15岁的凯特林 高分升入了高中 由于弱势带来的跌跌撞撞 让她成为了新生里的笑柄 但大家很快就不再笑她了 因为老师同学们都发现 这小子简直就是个超人 除了学习成绩全由外 凯特林堪称学校里的快手阿修 学校模仿的水轮机坏了 她蹲一下午就能修好 班里的铁炉点不着了 她随手就能把火烧起来 除了能修一切外 体育和辩论 她也样样优秀 成为了学校里 知名的六边形战士 总之 这个人在学校里的状态 就是沉睿见面不相识 不知道啥是书 1898年 凯特林进入了 俄亥俄州立大学 电极工程专业 但一进大学 凯特林就不爽了 不爽的原因是 她认为 专业里教书的东西太少 你教的根本追不上 我学的速度 所以 作为时间管理大师的她 又选修了化学 数学 绘画 修辞学和德语 还参加了军事训练 并且担任了 学校乐队的小号手 对于其他同学来说 凯特林的行为 真是鱿鱼卷上撒话腰 卷麻了 不过 在卷麻了的同时 凯特林的势力 变得越来越差 还经常伴随头痛 为了帮助她 大学同学们 开始像中学时一样 给她读书 可是大二的某一天 在一阵剧烈头痛后 凯特林彻底瞎了 同学们七手八脚地 将她送回家里 失明的凯特林极度沮丧 她甚至对方东太太说 我希望火车 能偏离轨道 直接撞死我算了 好在休养了一段时间后 凯特林稍稍恢复了一些势力 但依然无法学习 此时一个朋友 向她发来邀请 老家又通电话了 工人正在加电话线 你有没有兴趣 跟他们一起干活 已经憋道郁郁的 凯特林立刻前往 跑到工头那里求职 极权人手的工头 也顾不上她的势力 痛快地答应了 事后证明 这群劳动人民真正做到了 喝最烈的酒 下最狠的手 干最累的活 骂最欠的狗 总之就是淳朴且暴躁 出身农家的凯特林 很快融入了他们 以能够引经据点的口吐分方 而闻名于工地 但除了散发福音外 同市民很快发现了 凯特林的超能力 虽然之前从未当过工人 但工地上 所有技术活在凯特林面前 都毫无难度 从装交换机到铺线路 从安电池到修物账 凯特林一个人 填补了工地上 所有的技术空白 只是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在凯特林铺设的线路中 有一条线路 经常发生短路问题 凯特林带着人反复检查 所有环节全部合格合规 可这条线路 就是在每天下午短路 晚上再恢复正常 这个故障让凯特林抓狂不已 他检查了所有零件 也没有发现问题在哪里 这个故障就像一个幽灵一样 每天出现 却让你永远找不到他在哪 在排除了所有技术故障后 在凯特林的蹲手下 他终于发现了故障原因 一个值班的老头 每天下午都会在机房里打个盹 这老头是进士 他每次睡觉时 都会把铁框眼镜摘下来 随手放在机器上 而那个铁框眼镜 刚好连接了两个交换柱 所以线路就短路了 这次无厘头的事故 给了凯特林很大的触动 从那以后 他终身秉承了一个观念 一切科学的问题 都一定有一个科学的解决方法 如果你没找到 那可能只是你的角度不对 1904年 大学毕业的凯特林 在校长的推荐下进入一家大企业 位于戴顿的国家收银机公司 这家公司需要一名 有创造力的设计人员 所以校长强烈推荐了凯特林 经过短暂的接触 国家收银机公司的领导层 非常欣赏凯特林 让他独自带领一个研发部门 得到信任的凯特林开始蹲点 每天在各大商店 观察收银机的使用场景 经过长期的观察后 他发现了收银系统的一个弊端 就是顾客必须付钱 凯特林所说的是 当年美国的收银系统 只支持顾客用现金付款 在那个没有二维码的年代 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但凯特林认为 这一点需要改变 如果不使用现金 收银员和会计的工作量 会大大减少 而这一点要怎么实现呢 联想过去在电话公司工作的经历 凯特林有了灵感 他想到了电话号的缴费模式 我们应该给每个顾客 设置一个号码 让他们往里充值 在一阵改良后 凯特林最终推出了一套 收银信用系统 只要你家世清白有信誉 就可以单独获得一组号码 在收银机输入号码和密码 就能买东西 每个月底 收银机系统会把所有消费 笼成账单 直接过来缴费就行 这一套模式眼熟吗 这个模式后来被称为信用卡 这套信用系统 让凯特林公司的 收银机的销售量暴涨 也打响了凯特林的知名度 小顺牛刀的凯特林 再接再厉 很快又弄出了 电子收银机的雏形 从1904年到1909年的 这五年时间里 他为公司拿下了23项专利 当有人问他秘诀时 凯特林留下了一句 至今流传的经典吉他 我很幸运 越努力越幸运 在给公司打工的同时 凯特林还在研究另一件事 入职几年后 凯特林结婚了 仍然极好的凯特林 婚礼上宾客满座 然而 当年给他读书的那位好朋友 却错过了 因为这小子来的路上 汽车熄火了 这件事引起了凯特林的好奇 他好奇的是 按理论来说 汽车不应该频繁的熄火 但现实明显不是如此 所以他拆开了一辆汽车 开始研究 但学啥会啥的凯特林 这一次失败了 复杂的汽车结构 让并非机械专业的他 也感到手足不足 他尝试着进行改进 却始终无从下手 直到1907年的某天清晨 他起床时 家里的灯灭了 凯特林突然意识到 我干嘛一直在机械上下功夫 为什么不运用 同时提资提供了自家的仓库 作为研究场地 于是1907年6月 美国发明界赫赫有名的 古仓帮成立了 凯特林和朋友们 在古仓里日夜研究 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最终凯特林真正解决了 汽车吸火问题 因为他改变了汽车的打火原理 在此之前 汽车打火主要靠手摇摇霸 来连动火花三引人人烧室 然后让发动其工作 这种点火系统相当不稳定 概率完全拼人品 可能摇一次就成功 也可能胳膊的腰脱揪了都打不着火 无论你是什么打管显贵 如果你没配司机 就必须下车来当老姚子 姿势不雅且不说 这套系统还非常容易受伤 一旦摇靶反转 轻则骨折重则升天 像拜伦先生这样磕道了的人 也不在少数 由于这套系统实在太不符合人性 后来有人尝试用干电池打火 但打火方式同样不稳定 而凯特林经过夜以继日的实验 最终拿出了一套 在当时被称为奇迹的点火装置 他把干电池换成了湿电池 通过简单却精巧的装置 保证了100%的点火成功率 而且 电池的余量还可以为汽车的照明系统供电 这套凯特林点火系统 一经问世迅速风靡全球 除了汽车外 卡车拖拉机等所有机械 全都使用了这套打火装置 凯特林完成了改变世界的发明 1909年凯特林从收音机公司离职 点火系统带来的收益 让他可以大展宏图 他成立了自己的 带顿工程实验室公司 这家公司就是后来的 世界500强德科 成立新公司的凯特林越战越勇 立有11年2月 他成功淘汰了那套 要人命的摇霸系统 发明了电启动器 全世界的司机 终于可以靠拧钥匙启动汽车了 这套革命级的设备 迅速席卷了全球 从根本上改变了汽车的普及程度 让摇霸子这个痛苦的环节 退出了汽车使用手册 电启动器系统 很快成为了汽车的标配 伦敦皇家汽车俱乐部 称之为永久的世界性标准 这并不是夸张 直到今日 汽车的启动器 依然是在此基础上延伸 作为如此伟大的发明者 凯特林收到了 工程师峰会的演讲邀请 在演讲中 凯特林丝毫没有高深的语言 他用最朴实的语言 解释了自己的思路 同时给了在场的同学们 一个发自内心的建议 试着打破一些常规 不脱离规则 我们就不会有新东西 在成功发明的加持下 凯特林的德克公司 飞速扩张到了上千人 但蒸蒸日上的事业 却让他苦恼不已 他喜欢发明 却并不擅长管理 因为他性格太好了 跟谁都拉不下脸 公司中受了气 就一个人出去飙车 边踩油门 边对着大街散发福音 到1916年时 凯特林实在无法忍受了 他以250万美元的价格 卖到了公司 靠着卖公司的钱 凯特林资助了一对 在他看来很有前途的朋友 名叫莱特兄弟 凯特林认为 莱特兄弟研究的飞机 非常有价值 告诉他们 你们拿着钱买块场地 咱们一起研究 飞机还有改善的余地 在当年还极其简陋的飞机 在飞行中有个问题 就是一旦进入迷雾区 飞行员无法判断上下 在莱特兄弟为此苦思冥想时 凯特林给出了自己的方案 你找个班手扔出去 如果发现往上去 就是开道了 如果班手往下坠落 就大胆继续飞 当然 关于飞机靠谱的发明 凯特林也有 一战期间 凯特林就改造了一款飞机 这款飞机用硬直板制程 只有3.6米长 搭带了一个40马力的发动机 可以携带136公斤炸药 以80公里的时速 进行自杀式袭击 只要人在地面控制就行 这种叫做凯特林臭装的东西 无意间开启了两个行业 其一是 它的原理后来营生成了空射导弹 其二是 这款产品被认为是无人机的雏形 不过在副业之外 凯特林也从未离开过汽车行业 在出售德科公司时 收购方的条件就是凯特林不能离职 1918年 德科公司被卖给了通用 威廉·杜兰特想把凯特林提拔为副总裁 为凯特林坚决拒绝 最终 通用答应了凯特林三个堪称疯狂的条件 才让他得以留在公司 三个条件是 凯特林不参与行政管理 不负担任何行政责任 而且永远不会为自己花的钱负责 简单来说 就是我随便玩 花多少钱你不能问 不过 凯特林并没有辜负老板的信任 当年的汽车发动机有个普遍的问题 行驶过程中出现异想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暴震 凯特林尝试着解决这个问题 但自己没有成功 不过 他成功提拔了一个后卫 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首下的中国工程师中 凯特林非常欣赏一个叫 托马斯·米奇利的工程师 他认为 米奇利将是自己完美的继承人 米奇利很有化学天分 最终 他成功发明了寒纤汽油 解决了发动机暴震问题 当然 这项发明唯一的小瑕疵 就是后来造成了全球千污染 每年独岛的人一百万剂 米奇利因此获得了一个称号 人类历史上杀戮最多的个体 后来在凯特林的指导下 米奇利试图寻找一种 无毒 不易燃 不易暴的制冷剂 最终他成功找到了弗里昂 弗里昂完美地解决了制冷问题 但代价是 极大的破坏了地球臭氧层 因此 米奇利获得了第二个称号 地球历史上 对打气破坏最大的个体商务 51岁那年 米奇利不幸因为患病 而成为了瘸子 为了让自己获得一定的自理能力 米奇利在卧室里 为自己用绳子和滑轮 设计了一套升降系统 四年以后 可怜的米奇利在一次意外中 被自己设计的这套装置的绳子 给勒死了 虽然出了不少乌龙 但凯特林的工作依然十分成功 他发明了速干车漆 把之前需要两周的车漆量 这时间缩短到了一个小时 除此之外 他还和手下一起发明了 新型化油器系统 车载空调 新型离合器等一大堆新玩意儿 完全改变了汽车的行业生态 据凯特林的一名手下回忆 在二十世纪的某一天 凯特林在办公室里 铺了一张设计图对他说 有人说人到一定年龄后 会做两件事 要么换一个老婆 要么搞一艘游艇 我老婆我肯定是打不过的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有一艘游艇 属下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 老婆为什么会成为游艇的平替 事后证明 凯特林确实想搞一艘游艇 但他的目的不是出海 而是盯上了游艇上的柴油发动机 1923年 凯特林发明过一款风冷发动机 但这款发明最终不太成功 这次失败让凯特林相当不爽 所以他抛弃了风流发动机 准备钻研更复杂的柴油发动机 而游艇使用的发动机 就是大功力的柴油发动机 相比于汽油发动机 柴油发动机有一些显著的优点 结构相对简单 因此卡车坦克等重型机械都使用柴油 凯特林花重金买下了一艘大型游艇 而且声称是送给妻子的礼物 凯特林的老婆奥利弗一开始非常开心 但他很快发现了凯特林对这艘船的理解 与自己完全不同 对于凯特林来说 这艘游艇就是他的实验场地 他对游艇的游乐和宴会毫无兴趣 经常中场休息 钻进轮机时搞研究 凯特林想解决的是柴油发动机 需要经常保养的问题 他自己为发动机设计了一套新的喷射系统 不过这一次他的实验又失败了 他的喷射系统确实降低了发动机的保养频率 却严重加剧了发动机抖动 而且运行起来浓烟滚滚 每次一启动 游艇上的人都以为全装冰山了 经过认真研究 加上买了一艘更大的游艇后 凯特林的第二次改造成功了 他通过让两个活塞一成一将往复循环的方式 减轻了发动机的振动 甚至还缩小了发动机的体积 1933年 凯特林在芝加哥社博会上 拿出了自己的新型柴油发动机 将其命名为进步世纪 这款产品抹平了美国在该品类发动机上 与欧洲的技术差距 后续影响甚大 在二战中 美国大量使用了通用生产的柴油发动机 不至于被德国技术卡脖子 在这一点上 凯特林为后来的反法伊斯战争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虽然提起凯特林 后人都会说他是一名顶级的汽车发明家 但其实中期一生 他都保持着高度的好奇心 比如除了玻璃为啥透明之外 凯特林还有另一个困扰终生的问题 草为啥是绿子 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 他给家乡的学校投了一大笔钱 建造了一个大棚实验室 经常带着一群学生研究植物 可惜的是 最终凯特林也没有找到答案 倒是培育出了一种非常巨大的黄瓜 凯特林对这个结果非常失望 因此对学生们说 你们养大个孩子 都比养这么大个黄瓜强 记得将来让孩子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由于一直身体不好 凯特林经常跑医院检查 长期下来认识了不少医生朋友 40年代的时候 有医生跟他抱怨 X光基的检查总有疏漏 凯特林就提出 为什么不用磁力来检查呢 在20年代 梅毒非常盛行 当年为了治疗这种疾病 怪招贫出 凯特林的一名医生朋友 使用的方法 是通过瘧疾来引发高烧 进而以毒攻毒 凯特林认为 这种方法非常危险 因为瘧疾发烧本身也很痛苦 我们应该采用一种 更舒适 危险性更小的方法 来引诱发烧 最终凯特林设计了一台柜子 把人放进里面吹暖风 很快就让里面的人发烧了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 最终这种设备 也没有成为瘟毒治疗机器 反而是经过反复调吃后 凯特林发现了 把温度和湿度 控制到一定数之后 人在柜子里会非常舒适 所以这种设备 后来成为了婴儿保育箱的雏形 在发明家的身份之外 凯特林还有一个 不为人知的技能 他是个建筑设计师 虽然一生只盖了一座房子两次 但那个房子 至今仍然是著名的网红大卡点 1914年 凯特林为妻子设计了一所房子 有精致的厨房和巨大的露台 因为妻子比较怕热 凯特林为妻子安装了一台 还是概念级的电动空调 让这所房子成为了世界上 最早安装空调的住宅 当然 再有能力的人 也有无力改变的东西 在一系列工程营救中 时间来到了1946年 此时的凯特林 已经是美国最著名的发明大使 有人说 他甚至超越了艾迪生 至少他的人品 要比艾迪生好得多 可是在这一年 新年刚过 凯特林的两个妹妹 就因为癌症去世 紧接着 妻子奥利弗也被诊断出了一线癌 为了治好妻子 凯特林到处求医温药 一辈子为科学工作的她 甚至寻求巫术的帮助 然而 人力的作用终究有极限 在被确诊三个月后 凯特林的妻子奥利弗去世 她的遗言是 查理去睡吧 休息一下 妻子的去世 击垮了凯特林的精神 1947年2月 拥有186项专利的凯特林 宣布退休 她留给同众的最后一项礼物是 未完成的太阳能动力架构设计 凯特林曾担心 地球上的化石能源 用光后会如何 所以潜心研发了太阳能 可是现在的她 已经无力继续这项研究了 回到家中的凯特林 停下了忙碌一生的脚步 她开始不断思考 变得越来越像个哲学家 像克雷库一样 留下了不少格言 她告诉学生们 把兴趣放在未来 因为你将在那里度过余生 告诉实验室的年轻人 人们不会记得你失败过多少次 但会记得你上次失败时的效果如何 对于朋友 她的建议是 健康和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在妻子死后 凯特林不再关注技术 而是将精力放在人生和社会上 她投资建立了一个癌症中心 试图帮助医生们攻克癌症 目前这家癌症中心 已经成为了全美第二大癌症治疗医院 晚年的她还成立了一家乌托邦市汽车艺术公司 免费帮助穷人乘车 并且大量向中小学捐款 人们不知道凯特林积累了多少财富 但是所有认识她的人都感受过她的善良 于58年11月25日查尔斯凯特林病逝 享年82岁 她的遗体被安放在了工程师俱乐部 无数人勇来悼念 这个只有朋友没有敌人的伟大发明家 若个年之后 发明家名人堂 汽车名人堂 火车名人堂和航空名人堂 纷纷将凯特林收录其中 成为了前五古人的四大名人堂成员 1998年 通用将自己的通用汽车学院 改名为凯特林大学 后世无数的人将凯特林 当作伟大的发明家来怀念 但凯特林一许并不在乎这点 相比于发明家 所有认识凯特林的人 都会有一个更高的评价 查尔斯·弗兰克林凯特林 他确实是一个好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